热烈攻克法国队 勇夺2018俄罗斯世界杯冠军 然而二次援军不是带你们看足球的 而是默默的开启车来了 经不经喜 带球撞人原本是篮球比赛中的一种犯规动作 指的是进攻方的持球队员推动过一动 到防守队员区干上的身体接触 在弹幕文化中 带球撞人用于吐槽女性角色 借助各种意外使用自己的凶器撞击对方的身体 强行送上杀必死的福利镜头 那么在动漫中 有都有哪些经典带球撞人的画面呢 一起来看看 一、黑乃无梦 十字架与吸血鬼系列 就算如同十字架与吸血鬼这样的老番 也依然少不了带球撞人的情节 而且这种情节还是黑乃无梦主动出击的 不同于一般带球撞人必伤男主的设定 黑乃无梦的撞人 充分利用了他状态巨大的特点 让男主差点就把持不住 如果你们硬要形容 他是怎么撞人的 那么忽大忽小 若即若离这几个字 就可以完美诠释一切 二、宇田慧 青春波文因为步道狭窄 所以只能挤着过路 然而一世英娘的胸部实在有胆大 而身材娇小的宇田慧 她的脸刚好和一世英娘的胸部 在同一水平线上 因此 妹子顶着的胸 也只能在过路的途中 撞在她的脸上 然后艰难地走了过去 被胸部撞了一脸的宇田慧一脸猛逼 估计是第一次感受到大欧派的恶意吧 可能还会让妹子觉得有点自卑 三、天条愿杀鸡 初包王女天条愿杀鸡 曾对萨斯丁有过表白 但是因为黎豆的原因表白失败 因此十分讨厌黎豆 最可悲的是 她总是被黎豆吃豆腐 因而摔跤倒在黎豆身上 被她占便宜 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顺便才成功达成了戴球撞人的成就 其实也可以说她扑倒了黎豆 要说后宫男主中谁的福利最多 那绝对是黎豆大神 估计她看欧派都要看烦了 四、方奶夏露露 初音导三有些时候男主的福利 并不是靠意外得来的 埋凶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不过送上门来的欧派攻击力是非常惊人的 稍有不慎便容易窒息而亡 况且要是男主身体素质不过关 极为容易被女性角色就此扑倒在地 颜面尽失 不过这种欧派攻击其实挺香烟的 不是每个妹子都会主动带球撞人 当然 这对欧派的大小要求也很高 五、神无息 静女 作为一部本身就是卖肉的动漫番剧 静女的存在无疑是逆天的 观看此部动漫最好避开父母 别看只是女孩子之间运动上的禁忌 但这种禁忌实在有点过了 必用臀部和胸部进行攻防战 想想就是一件非常香烟的事情 当然了 里面的带球撞人 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带着欧派撞翻的 六、禁为癌子 解决的妄想日记 带球撞人 的最佳效果 大概就是成功的给男主来一个 亲切热热的喜面来 如果你不幸是个平凶 那么就绝对不能达成这种效果了 如果你是个平凶 还硬是要去带球撞人的话 那也只能说成是带着平板去撞人 简称带板撞人 譬如玉环美心大人 虽然有一个禁为癌子 这样的姐姐也不错 不过当她的弟弟 想必也并不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七、招比奈时久留 小掌门有息的消失 大概传说中的胸部飞弹 也不过如此了吧 要造成这样的攻击效果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事实上这也不是招比奈的本意 而是贺布设计的 有冲击力的出场方式 确实挺有冲击力的 就是招比奈的胸部 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以飞弹的速度 砸到别人的脸上难受的 可能不只是胸部 还有男主的脸 八、小爱 星期一的丰满带球撞人的最高境界 大概就是小爱的 毕竟她可以把别人撞翻在地 然后让别人受到二度伤害 一度伤害是被凶撞 二度伤害是摔倒 然后悲剧的受伤 不过也因为这次的撞凶事件 让两人有了相识的机会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小爱胸部惊人的谈力 并不是每个女性角色的胸部 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反弹效果简直就像是篮球一样 欢迎补充封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